在這裡也想問一問蘇女士 你表達了幾強烈的一些看法 其實現時在香港這麼久 從回歸到現在17年 回歸之前 大家看到殖民力的統治 我們香港本身 香港市民是沒有 大家可以有機會投票去選特首 在這樣的情況下 現在17年有這樣的機會 你為何覺得 你寧願不要留下現有的 你對1,200人很有強烈的看法 為何不給我們機會 給我們市民 包括你在內能夠投票 真的用一票去呢 這是五百多萬合資格選民的權利 你在這方面 你的想法是怎樣想法 可不可以再詳細展示你的意見出來呢 蘇以文女士 你想不想回應 其實我是絕對不同意議員所說的 因為這是一個假普選 我不會將香港陷入一個不可以玩的地步 如果我接受了這個假普選的時候 將來你又拋出一個再假的普選 我是否也一樣要接受呢 寧慰若遂不為牙傳 是我的原則 那你的確認是甚麼是真是假呢 你自己的想法 現在的選舉是假的選舉 因為每一位市民都可以投票的 是的 每個市民都可以投票 但你選過之後才讓我選擇 有關的選舉 運 ном 感谢观看